手机的大小还有外形几乎一模一样 主要的差异在于E8采用的是塑胶被盖 宏达电的时尚版E8机王 在门市的询问度来到了八成 也成了支撑宏达电下半年营运的重要机型 一体成型的塑胶被盖 有点蝴蝶机的影子 宏达电时尚版E8 7月底接力M8上市 要撑起下半年的营运 不过主打高性价比上市定价 比M8上市的时候便宜了1万块 对毛利形成挑战 再加上电信营运商以及通路业者 已经在第二季提前拉货 让宏达电7月营收 比6月腰斩下跌五成 第三季不只有iPhone6 造成消费者的官网效应 对手小米更是强势进逼 4G版红米手机和红米Note的发布时间 就会在8月份 而现在它真的要和我们见面了 就在昨天 小米克的CEO雷军通过微博宣布 新版红米Note将会于明日正式发布 主打高CP值的 红米Note 4G版本 在8月6号开卖 5.5寸的红米Note 原先使用联发科的 8核心处理器 不过为了4G LTE网络 红米Note 4G将核心 更换到4核心的高通处理器 2GB的RAM 8GB的储存空间 以及1300万画素镜头 大陆价格只有999元人民币 将近5000台币 在整个智慧终端 装置的一个市场当中 只要有中国厂商的进入 其实对于整个的价格的敏感度 就会相对提高 外资摩根士丹利认为 宏达电在旗舰机M8的产品周期结束之后 还在转型阶段 目前尚未看到具备实力的新产品 8月和9月的营运恐怕过于乐观 与这单位更表示 可能将宏达电的全年出货量 从2400万台下收16%到2000万台 利空消息之下 宏达电6号股价持续下探 早盘最低下挫到120元的跌停价 创下10年多来最低价 中场收在121.5元 跌幅将近6% 现在就看8月底的新机联发 包括将在日本发表的蝴蝶机二代 以及在纽约发表的Windows 8.1新机 能否力挽狂澜 就让这陈彦宏台北报道